台中港在今天早上七點多 發生了一起事故 有一艘貨櫃船要停靠在台中港的碼頭時 不明原因撞上8A碼頭的尾端 而當時貨櫃船正在慢慢地靠近台公港碼頭 那麼正好有工作人員錄影 意外發現船沒有停下來 直接撞上碼頭 巨大撞進力道 不但導致碰壓板被壓壞了 船頭也整個凹陷下來 初步勘察發現 造成五到七公尺長碼頭範圍受損 目前不排除是因為風時太強 所造成的